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轰箱和一台推车 我们使用的时候是将四个油桶放在这个推车上面 然后打开这台轰箱的门 然后把推车推到轰箱里面 轰箱内部是带轨道的 等一下我会展示给你看 现在这台轰箱的门已经打开了 推车往里面推 里面是有轨道的 可以很轻松推出去 因为我们家里只有一个油桶 所以我现在把油桶已经放到了推车上面 好可以往里面推了 关门 首先我们设备要接通电源 电源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 接通了电源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开启一个电源开关 打开电源开关之后 这个温度表会显示 那我们要设定我们使用的温度 假设我们要设置到90度 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键 这个数字会闪烁 闪烁的话我们可以左右调 左右调上下可以调它的一个温度 调好之后我再按一下 SET 然后就确认 然后开 开始加热 然后开始计时 这个计时器上面呢 是有H M S 对应的是一个时间 当温度到了我们设定的一个 温度之后开始计时 你要多长时间 然后你就设置多长时间 然后当计时结束之后 整个设备开始停止加热 只是风机还会正常运转 对应 我们下期再见